我在医院见到了一群30岁 就已经患上糖尿病的人 最近 在微博上一位网友在陪父亲住院期间 遇到很多30岁就已经患上糖尿病的年轻人 这位网友在微博上表示 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 觉得自己工作累 日常试睡 其实也有可能是血糖太高了 可能早期糖尿病了 但是自己年轻 不相信会得 我爸住院的时候 我碰到了一堆30上下 已经糖尿病 甚至脑梗过了的人 奶茶 冰镇可乐很爽是吧 2017年6月 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 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慢性病 极其危险医塑监测的研究文章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2019年发布的第九版 全球糖尿病地图 显示 全球范围内估计在2079岁人群中 有4.63亿人患有糖尿病 绝大多数为二型糖尿病 相当于每11个成年人中 就有一名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是一组有遗传 生活方式 免疫等因素引起的 代谢性疾病 BMI指数 是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得出的数字 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 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 人体对胰岛素降糖作用的敏感性会降低 即产生胰岛素抵抗 其次 随着年龄上升 更易肥胖 也就更容易患糖尿病 中国人有节约基因 流浅入社 生活物质丰富后 就更容易导致肥胖 糖尿病 内分泌科专家介绍 人在吃康厌菜时 身体的某些基因 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原料来吸收营养